你好,我是下巴 今天有新客人喔 就是棒球 哈囉,大家好,我是Joe 然後這次只能介紹 好,我們今天... 這是你的男孩系列 我是你的系列教練 家耀陣容 懶教頭 AKA電交俠 我走精簡錄下 你要想一個比較不厲害的 沒有,我還是想... 每個人要有自己的風格 不需要這樣子為了我而爭場 這樣很完整 沒有,只要為了你而爭場 那我們現在要幹嘛呢 對,就是我們現在請到的兩位 都是打擊教練 是 因為是由自己的線上課程 就是就是棒球的線上的打擊課程 對 宣傳第一個 然後教練是在我們場館 還有家耀 全場館第一個 應該是... 就是這個場館 全場館第一個教練 對... 因為就正好在台灣 又是台灣人 對 我們就是小姐 就來說,幫我們來拍支片 因為最近有觀眾在跟我敲碗說 能不能做一集 就是很簡單的打擊教學 然後覺得啊,好啊 正好讓我們來拍一集 然後大家可能最有問題的 到底... 腰腳怎麼打 然後或者是 現在流行的揮擊機制 到底是在做什麼 然後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嗯嗯嗯 好,其實因為教練這邊有... 這兩位教練 要教學都是要付錢的嘛 嗯 所以我今天特別用拗的 就是會拗一些 就是他們在課程裡面 會用的一些練習方法 分享 跟大家講一下 跟他講一下 交流啦 教練這場的爸被罵交流 交流,討論啦 那些老教練就不要... 老教練他講的喔 老教練... 各位神敗 各位神敗,讓我們交流討論啦 我們沒有任何意思啦 我們沒有說誰最好 要記得更新就好啦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先請... 就是來者是客 我們先請就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聊蠻多的 我們有針對在... 最近大家比較困惑 或是比較不知道怎麼去解答 我們藉由分享的方式 我們看能不能去給大家 做一些算示範或是分享 也許今天分享的這些東西 可能會幫助你在那個... 回到你的訓練裡面 不管是球隊還是個人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有T座嘛 當然訓練有很多方式 那我們會選擇T座 其實就是比較容易去操作嘛 對 像去年我還在美國職棒球團嘛 因為之前最常困惑是講說仰角 可是仰角如果在... 你如果球速在差不多145以上 像剛剛那投手很快 144、145以上 那你要怎麼控制你的仰角 然後還可以感到對的timing 這才是問題 仰角的定義是打到... 你是打到上圓還是下圓 它自然會產生仰角 可是球棒的本身的角度 沒有打到球的狀況下 這個才是關鍵 因為你可以這樣子啦 你也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你可以有很多方式 你都有機會把球打到任何的仰角 好對 那當然就是看 我們可以給予球到底什麼樣的力量 還有是不是在對的臺平上 當球有變化的時候 那就要取捨 我的揮棒型態可能跟... 藍教練的... 不是藍教練 證明藍教頭 藍教... 現在你指明藍教頭課程了嗎 我們的揮棒型態可能就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可能比如說 他打出去速度很快 我可能沒有那麼快 那我可能要犧牲一些 可能仰角的優勢 我可能要去往 比較符合球隊需要的 這樣的型態去進攻 這樣應該可以幫助跟人去解惑一下 那有人會以為要仰角就是往天空打 那你要自己清楚知道說 你也許要低一點 還是說你就拼滾地球等等的 那你就要自己了解自身的狀況 你的教練也會幫助你 那像教練這邊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你比較偏基層的教學 對 你的看法是... 我會跟你們的選手講 第一個是Tining Tining要先做好 因為我看很多選手 他們在打T也好 或者是打Bow的也好 他們都習慣就是... 踩下去就打 那我會跟他說 比賽的時候會有很多球路 那你踩下去就去打 除非是讓你猜到 而且又剛好有打到 那球會飛得很遠 那不可能每一顆都讓你猜得到 所以我會跟他們說 你第一個Tining要先做好 尤其在Bottingo的時候 我在看我的選手在Bottingo的時候 每一個都可以打過牆 尤其那個身材特別好的 可以一直... 對 像他這樣 一直過一直過 因為現在的力量啊 這種什麼重量訓練都蠻普及的 沒錯 一直過 我就會跟他說 比賽拜託 一直過 對 比賽 比賽拜託 我跟他說比賽拜託 也要這樣子 好不好 但是不行 因為他練習的時候就是 跟我講的一樣 他踩下去就打 踩下去之後 完全沒有 我講的那個Tining的訓練 穩定之後再去揮擠 沒有 所以他比賽的時候 反而是相反 一直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看這個T座是固定的 你要固定的 而且你要必須把它打好 我的要求也不會很高 我就要求他們 如果你五顆裡面可以打三顆 把它打好 Atali 還有你的Tiny的機制就做得好 你就五顆一個RUN 五顆一個RUN 去訓練 這兩項我會最先要求他們 所以剛剛說的 那些可能羊腳或是飛棒機制 都是建議這兩項技術 上面才會再去做 對 我後面才會再跟他們做 再更進階的訓練 對 因為你前面這兩個 如果做不好的時候 我跟你講後面 你這樣子比賽法也不會打好 這是我的感想 然後回到剛剛的羊腳的部分 就是就以我接收到的資訊 我們是希望球棒是建立在一個 像投手從球上面丟到投手 球一定是從高往低處丟 對 所以我希望我的球棒 建立的角度是 微微的往上去迎合 這一個角度 會提升我最大的擊球的機率 對 沒錯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入 我的 O的環節 O的環節 就是我剛剛前面跟那個教練 O就是請教練 示範兩個基座的練習 然後就是基礎的練習 讓大家可以 回去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可以照著做 然後我們就是先請教練 來分享兩個訓練方式 OK 那我們就把這個黑色的看一下 我把它反過來好了 假設你今天在揮棒的時候 這個是你的行進的路徑嗎 那其實你如果再深一點打到 仰角自然可能會稍微 接近平一點點 好因為到這個位置 你可能接下來行進的 接近平行的時間會久一點點 可是當越往前越往前的時候 會開始往上 就是你的球棒會這樣往上 也就是說 仰角會高的 機率通常是幾個在前面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看拳圓打 很少在比較裡面的地方打到 因為相較之下比較沒有力量 那相較之下 你要扛出比較高的角度 會需要花更多的力量 除非你的揮棒速度 比如說真的到80mai 75mai以上 那就真的很有力量 那就一樣的擊球點來講 比如說我擺在這裡 那我這樣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可是相較 如果你球棒 可以留著這時間 再久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避免 你很快打到棒頭 這樣的一個風險 那如果說你可以留久一點 那我們看能不能在 我擊球點放前面 我可不可以還可以打到阿達利 我大概放在 本類版可能偏上方 甚至在這個位置 外腳 外腳 可能外腳低 在中間變的位置 我的想法上面是 然後往中間放上去打 可是自然然 我球棒可能 我可能會在比較後面的位置 那就讓球自己去飛 反正我也不管他會飛上來 但是我的目的就是 不要讓他打到 投手以外的位置 就是我一開始的時候 看 這個可能是 流擊滾地球 好那接下來 這個區域都是屬於 舒服的位置 對不對 這邊 這裡 就是說 正常久一點 這裡這裡這裡 對不對 比較前面 那接下來 我們會練說 更前面一點 這很前面對不對 就是你會 平常你可能會在這裡 可是我能不能在這裡 我還可以繼續 讓我的球棒 barrel 繼續往前衍 往前面的方向 對 那我目標 你可以擺 這二縫線 然後往裡面的方向去打 這個我有點打到棒頭 可是這就告訴我說 我是不是可以再強調 讓我 阿達利可以在前面 因為剛好那是自然往上 你有沒有看到 我的揮棒其實沒有改 但只是球的位置改變 那我就想想看 我可不可以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可以打到二壘手 然後可以打到 比如說 10度以上 10度以上 這比較遠 這就好一點 那這個就是 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分享這樣的訓練 那 反正我第二個訓練 我看 之後我們再來針對其他東西 我們再去講 那就看給 叫他 Alright Alright 感謝Joe剛剛分享他的打擊教學 現在換我啦 就我剛剛講的 我會要求我的選手 第一個 胎尼要先做好 就是 當我要啟動的時候 我的前腳先踩好 我會要求他的前腳先踩好 穩定之後再來揮擊 因為這個是有助於他在做 打擊攻擊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他如果前腳沒辦法穩定的時候 他後面的攻擊 或者是他的球點 可能就不會穩定 所以我會讓我的選手做 1 踩 踩好之後 再來做揮擊 這樣子 那第二個 我這樣是不是講太快 我已經把第一個講完了 第二個呢就是 我們啟動 第一個做好之後 第二個 你要發力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你的寬 你的寬要先去做旋轉 往前旋轉 當你做啟動的時候 他會帶動你的軀幹 再來是你的手 這是一個順序 Alright 所以這兩個是我們比較 我比較要求選手要先做的 就我剛剛講 你這兩個要先做好 才有後面進階的訓練 那你這兩個如果做不好 你就要必須再多做一點 讓他穩定之後 你在比賽的時候 可能絕對是用得上 我們就把中和呢 1跟2呢 我等一下就把1跟2先做 1 1 2 Alright 要不要剪掉 我給你是聚會 要不要剪 剪嘛 1 2 Alright 不用剪了吧 我們剛剛做的 就是1跟2 我也要求我的選手 這兩個做好之後 我們再來做進階的訓練 這兩個如果你做的好 就會跟我剛剛講的 好的教練帶你上天堂 不好的教練呢 教你一直砍擊 這不好教練是誰 哈哈哈哈 是誰 是誰 不是 其實呢 砍擊不是不好 砍擊呢 其實在有些戰術上的運用 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在打帶跑 該砍擊的時候 還是要砍擊 那不用砍擊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不需要再砍擊 不要這樣他這麼多話 好啦好啦 還有另外一個 還要示範 等級一點好不好 OK 該砍的時候 我們該看鄭先生 不用砍的時候 就不要砍 我們在鄭先生 我們這一集很嚴肅 哈哈哈哈 不要那麼嚴肅嘛 呵呵呵 段遠你還有沒有 呃這個是我 我應該是說 我蠻常 我蠻常做的一個訓練 就是我會把踢架 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透透太多了 哈哈哈哈 大家想要繼續看的 沒那麼簡單啦 跟你講 是要嘛就來場館上課 要嘛就那個先上課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沒那麼簡單 但我們只是先講個基礎 可是其實像今天的含金量 其實蠻高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 簡單的分享 其實也不簡單 其實講了蠻多東西 嗯嗯 希望這各位有幫助 對啊 一定有幫助啦 對啊 要學更多就是使用者付費 這是一定要建立的良好的觀念 我們小小場館才建議得下去 對對對 打擊跟球球 或是棒球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嗯 就是不是三元兩語說 要有拍個練習的影片 大家就可以打得很好 重點還是你要怎麼練 你要怎麼樣有目的地練 然後練出來要有什麼結果 有辦法自我檢視 甚至遇到一個好的教練 都是可能打棒球的人必經的過程 對啊 對啊那我們今天就 不簡單系列就到這邊 不簡單 你們想說拍個簡單解釋 結果就搞一搞的嗎 對就 滿深的 要講講 真的講不完 講不完 我們之後有機會再邀請 教練我們 時間多一點 我們可以坐下來喝杯咖啡 慢慢聊 對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Alright Uncle Shabbat Shabbat 新春第一拍讚 Alright 哈哈 加油 快樂 老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